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钓鱼频道 那现在是大清早 今天我一大早要出去钓鱼 其实也不是一时兴起 主要是因为这个月4月份的23号 本来应该是尊于开的日子 但是那一天也不是那一天 就是那整个礼拜都刮非常大的风 所以说尊于开的那天我没有办法 出去钓 那为了报这个一键之筹 我决定今天做一期catch and cook 那既然是catch and cook 首先第一步当然是catch 那我首先就要去搞一条鱼回来 OK,那如果搞不到怎么办呢 搞不到我可能会去超市买 OK,那今天的视频主题就叫做buy and cook Anyway,OK,我先去尝试搞一条鱼回来 那今天我的计划是玩这个fry 用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streamer 因为今天还是有些许的风的 所以要一个比较重一点的streamer 这个本来是用来钓黑炉的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其实钓鱼也可以 那今天我会尝试先用这个fry来钓 这个杆子是一个很烂的杆子 OK,我平时用来钓三门鱼用的是一个8号杆 那按道理来说钓鱼8号杆是有点overcure 就太重太重 一般来说钓鱼应该是5号6号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比较大型的一点的鱼鱼都可以承受得住 那这个8号杆比较大 但是我只有这一根fry 所以没办法 谁让我想玩 那我本来钓fry也不是很高手 所以说有可能会打龟嘛 所以我的plan B 我有个plan B 就是用微炮 微作弊这个微炮亮片 很难不中很难不中 要是不中的话 我今天这个视频就不发了 OK 好那废话少说 我们现在来直接出发吧 字幕后这个视频就 tones 啊 那 嗯 是啊 通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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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有没有躲在沉木里面 往岸边抛收回来就对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хотите做ural Mmmm 要音乐 啊 再回來 中了 沒想到還挺重耶 回來不要鑽到木頭裡面 不要鑽啊 我的線好亂 想鑽到船底 先好斷,不管了 快撐不住了,好累啊 快撐不住了 看到 到前面才看到我又跑了 好累啊 也差不多了吧 不要鑽啦 嗯,差不多了 一個人釣魚的麻煩之處就是 他有撐住,我也撐住 一個人釣魚的麻煩之處就是 這個釣魚很難 來 到王裡來 好累 YES 哦 累死了 怎麼那麼累 啊,太假了 好累 哦 我都撥動了好久啊 這條魚足夠足足撥了有 五分鐘 用的是Streamer 咬在下巴上 咬在下巴上咬得很緊 Streamer Fishing 很漂亮的一條Rainbow 好 好,各位 那現在魚搞到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做魚排 我們要先把這個魚 分解 然後做成一個魚排 那T魚排的方法呢 有非常多 我這個不是唯一的方法 只是我自己 慣用了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辦法 那我現在就開始吧 完成 完成 好 那現在所有的魚肉呢 都處理好了 那我現在就可以開始煎這個魚排了 那大家呢也可以 放一些自己喜歡的一些蔬菜啊 什麼作為搭配吧 也是不錯的 那我個人呢 喜歡吃起司 所以我也加了一點起司 讓我多多塊包 Café 如果我說我可以招善 我們要隨便 那様著 甚至是 那些水 野菜 多塊 所以 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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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现在终于到了享受这个一哥上午的劳动成果的时候了 让我先试一试这个鱼肉 其实这个鱼肉应该口感上来说应该跟三文鱼是差不多的 先试一下 刚刚好 我跟你说撒盐最好就只撒一面就够了 只撒一面 我只撒了这个正面 并没有撒那个反面 这个咸度刚刚好 而且尽量保持了这个鱼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口感 还有香味 它的肉质比三文鱼的肉要嫩 然后它的这个味道是跟三文鱼的肉是非常相近的 就是肉更嫩一点 我只加了一点点的迷迭香 没有加其他的这个多余的香料 还加了一点点的蒜 那尽量保持它这个原来这个鱼的口味啊 嗯!非常棒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鱼 鱼南 因为它的脂肪够多很香 嗯! 嗯! Speechless Speechless 试一下这个配菜 试一下这个配菜 嗯! 完美的搭配 小蘑菇 嗯! 有点东西啊 嗯! 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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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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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吃飽了 果然遵鱼肉是最棒的 我覺得關鍵是你處理魚肉的時候要把血擦乾淨 這樣子就沒有任何的魚腥味 然後它的肉汁又很嫩很鮮美 然後第二個關鍵點應該是檸檬 就是說檸檬可以增加一層很清爽的口感 然後可以增加魚肉的鮮的程度 非常滿足 好了,各位今天這個Catch & Coke就圓滿地完成了 那話說最近基本上所有的魚種都在禁掉的時間內 那只有尊於開放了 然後我也收到很多朋友的一些留言說他想要了解這個 其實我很難在這個留言裡面完全的回覆 就是說沒有辦法做到很負責任的回覆 因為短短幾句話有一些問題是說不清楚的 那這一點也是非常抱歉 那有些朋友呢就是想讓我做一些比如說Netweek的視頻 有一些朋友呢就想做Spoon 有些朋友想做微拋 那我本身呢也有我自己的一個計劃 那我希望呢能夠把基礎打好 那所以呢我最近都在做一些基礎性的視頻 包括軟耳的吊塑呢 我也會從這個基礎性的開始介紹起 那我自己一個人呢平時也比較忙 然後時間有限 那所以請大家呢就是 稍安物照 來日方長OK 那我會慢慢的系統性的把你們想要看的內容都做出來 那好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我們下期見 拜拜 我們下期見